- 三名翠花在前面走着,身后却有一名潇洒的胡子大叔走了过来,走到他们的身旁,大叔就是一个漂亮的甩头。 穿黑衣服的翠花,顿时捧腹大笑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大白天走在路上,居然还能遇到人间极品,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,转眼胡子大叔又找到了新目标,他走着走着又是一个潇洒的甩头。 一开始女子仿佛有点害怕,但他想了想,就忍不住笑了。 而当走开的胡子大叔,又出现在三名路人身后,他走到对方的身旁,又甩头。 女孩们顿时就饿开的花,捂住自己的嘴巴,久久不能缓过来,可大叔就是个人才,斗玩一个又一个,这次他还换了件衣服,走到路人面前,又是潇洒的甩头。 两名路人顿时就饿开了花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接着胡子大叔又出现了,这次他显得更加的潇洒,手上还拿着个带子,来到路人的中间,又是一个甩头。 对方看到顿时就笑不合口,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人间几品,自己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,转眼大叔又潇洒的出现在另一处,来到女子们的身旁,又是一个漂亮的甩头。 三名与此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一幕,脑花嗡嗡的,怎么也想不到惊喜会来的这么突然。 过了一会,胡子大叔又盯上了面前走着的两位阿珍,他走着走着就跟上了对方的脚步,来到身旁,就一个迷人的甩头。 整个他俩顿时捧腹大笑,久久不能缓过来,说出来都不敢相信,世上就有如此搞笑的几品大叔。 azdens了多 societies有 rid Nichts too彼岸和狼岸和狼岸 你只是频道外在这里没有和刀? 迦我意外怂,什么 they have,由我 SPEAKER 谢谢大家